Odia Jungle 天赴地的,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,把日本从帝国,变成奉行最新西式制度的国家,且没有交战权,从明治雷辛起,日本多取打土鲁士制度,在当时并非最先进的,这些,都在麦克巴塞的主导下进行,而他有个得力助手,考特尼·惠特曼,又,在惠特曼的主持下,盟军司令部设立了民政局,而民政局的次长,则进行具体事务 管理,这就是民政局次长查尔斯凯德斯上校,纽约人,生于1906年,康奈尔大学毕业后,在哈佛法学院进修,25岁开始在家乡当律师,后参与罗斯福新政,1942年进入军界,先在欧洲担任原德战区官员,1945年8月30日被调往日本,当了民政局次长之后,因其立场偏左,与立场极右的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凯德斯, 查尔斯维洛比少将都有冲突,但他坚持原则,为日本制定和平宪法,做出了很大贡献,然而,在此期间,出了件丑闻,他与日本贵族鸟尾近光的妻子,发生了婚外恋情,他就是鸟尾赫代,当时,两人都有家庭,不过,夫妻关系都不怎么好, 反正,就算如此,他们两人也不该窝到一起去,然而,这些还是发生了,苗尾赫代频繁出入盟军司令部的社交场合,被称为占领时代的陆明馆女王, 而所谓的陆明馆,则是明治时代,日本外务大臣景上新,征得首相伊藤博文同意之后,建立的纯西化沙龙,日本贵妇与西方外交官打成一片,希望能让列强觉得,日本在努力向你们学习,以期修改不平等条约,景上新的陆明馆外交,已失败告终, 占领时代的陆明馆,也没什么好事,据说,苗尾赫代是带着任务,去接近查尔斯的,而查尔斯的对手们,也把他们盯得紧紧的,最终,查尔斯遭遇沉重打击,退出现役,迈克阿瑟安排他回美国活动,黯然离开了日本,之后,他又重操就业,当起了律师,而苗尾赫代则开启了洋装店,写起了回忆录,他们的布伦之恋, 成为盟军占领日本时代的一段小插曲,如今,只怕已没有多少人记得了,本文照片,来源网络,感谢原作者,若有心权,请联系删除,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是雷静